哈喽早上好 早上好 嗨大卫 哈喽 滑雪回来开启工作模式 我的两位得力助手 这是LA大卫说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后面是我们的Stella Kim 可以说四种语言的韩国美女 我们今天去带着这个Stella 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主要是因为这个老板是讲韩文 然后因为我们带领他的餐厅 然后可能还有potential 一个带地产的car wash 非常非常好的地理 但他只讲韩文 所以Stella助阵跟我们沟通一下 我们今天前去的位置叫La Habera 是一个靠近重县跟罗兰港的交界处的地方 我们刚才经过了Fullerton 我们之前在Fullerton有个房子 全面翻新之后已经进Ascore了 然后讲到Fullerton 大卫刚才给我们透露了一些 他早年的故事 第一次来美国的地方 他来美国留学的时候 住了一个400块的小房间 也是过个苦日子的人 真的 现在可以已经带白达菲利 然后开路火了 所以还是要奋斗啊 非常奇妙的一次卖家见面会 因为我们在说三种不同的语言 这位 这位主要的卖家就是韩国爸爸 他只讲韩语 所以大部分时间是Stella在帮我跟他沟通 然后Stella反过来跟我翻译讲中文 然后David跟他儿子在讲英文 然后我们一跟中二的人在 闹圈圈讲话 对 都互相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但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给卖家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挺喜欢我们的 所以maybe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两个 蛮不错的洗车场的生意 很好带地产的 带地产的洗车场的生意 不只是生意而已 对 他们现在在考虑说是现在卖还是过一段时间卖 因为他们这个时间还不长 然后因为秋冬季节雨水多 特别今年 洗车场的生意其实并没有很好 那个账面上的数字看起来就没那么好看 他们想要可能等过一段时间 那个账面上的数字比较好看的话再拿出来卖 这是他们现在考虑的原因 但是这是我自己很奇妙的一次Stella interview 很想我当时会说韩语 能听得到他们在手上 我听不懂你知道吗 然后我偷拍了你一小段 我觉得你讲韩语的时候 你讲韩语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person 对就像我讲英文跟讲中文的时候 我也是不一样person 对他讲韩语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不认识他了 我看着他们这些 这是谁啊 Stella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讲 就是我有注意到 你帮我翻译的时候 你可能只传达了我想说的话 但是没有把我的那个感觉啊 自信啊气势啊还有就是那种 就我是一个很强硬的人嘛 就你要把这个也传达过去 Stella就变得比较温柔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可以做什么 Stella 我也听不懂 他就觉得一下变成了一个温柔版的李肥 你知道吗 就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需要听到我们的这种确信 我确信是可以的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我真的很希望我能说几句啊 哪怕几句是吧 I can do it 哈哈哈 我们又找到了队员之间的共同点 Stella之前在日本读过高中的 高中和大学 然后David的太太是半个日本人 对台湾 在台湾上日桥学校的 哈喽 舒阳 哈喽 老大 怎么样你们 我们挺好的 胜利吗 一切很胜利 接着呢 接着去探头发去了 老婆今天Stella帮我们翻译 她都已经混乱了 她不知道该是什么语言了 那个韩国屋主跟她讲了韩语之后 她早就跟我讲韩语 我说我有点听不懂 如果你错过了前面一集 我长达40分钟的介绍Stella Kim的视频的话 你可能没有一个ID 而说这位美女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对 她的名字叫做Stella Kim 是一个韩国人 她是在中国长大的 然后高中的时候去了日本 大学毕业以后又来了美国在耳丸定居 所以她会说四种语言 中文 韩语 日语和英文 对 她加入我们团队的时候 我非常的兴奋 做了一集超达40分钟的Q&A介绍她 因为就像视频中所展示的一样 我们非常需要这种人才 去见我们耳丸当地的也好 或者是洛杉地其他的地方的韩国裔的屋主 那那集视频拍摄之后呢 我犯了一个小错误 是我在设计那个内容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她家人的情况 对 她先生后来看过之后 觉得有点太冒犯了她们的隐私了 她先生做什么职业啊 孩子的情况等等 对 所以为了尊重她先生的话 我们把那集视频给下架了 那借着今天这集视频 我在正式的向大家介绍和欢迎Stella 如果你在看我的视频的话 Stella欢迎你加入我团队 我非常开心有你在我团队上面 那也跟你先生道个歉 不好意思 我照顾不周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对她造成困扰 对 以后应该可能要仔细再想一下 这些视频应该怎么拍摄 那这一集视频 今天这集视频比较短嘛 是我去滑雪回来之后拍摄的 诸多工作生活视频的其中一集 滑雪视频还没有更新完 还想要向大家介绍滑雪中认识的这些 接触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背后的故事 但是心已经很痒痒了 就特别想更新一集 平常的生活Vlog 对 所以我想要尽快把这些 全部的视频更新完之后呢 还是回到我们正常的 不说日更嘛 而是每天更新 当天发生的事情的这个感觉 我最近在编辑过去的视频的时候 总感觉那个怪怪的 不是这种我喜欢的style 好像已经很早之前的事情了 不是这种即时性的当天回来 坐下来跟大家讲今天发生的事情 可能是更我希望做的事情 对 anyway 看到这里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那我们就以后的视频中再见了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